各位好,我是彭卉鑫 港股星期一整體走勢先高後低 而且也看到全日的高額不小 看回整日的成交達成2760億 反映投資者高位時的沽貨意欲非常強 整體上,港股在上星期五 施了低位後出現反彈 一度令到投資者對後市充滿信心 也看到早段時間指數都是高開成200點 不過可惜整個市況仍然被美國方面的10年期債息拖累 因為亞洲時段,10年期債息又再衝上1.6的水平 雖然最後沒有站在1.6的水平樓上 但是也令到不小的投資者來講 繼續拋售在山上的一些科技類的股份 以現在去看整個市場 整體上進一步 市低位的動力似乎愈來愈大 今天來講,恆治再次跌穿 是條50天的移動平均線 而且也跌到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而現在去看市場 由去年的9月份 低位23124點 升上去 在2月份的頂部 31183點之後 整個走勢 就以一個叫做 RSI出現一個紅倍池 而見頂 如果以一般的情況下 RSI出現一個紅倍池 往往指數就要跟上一個升浪 總升幅 用回合比率61.8% 作為一個回調目標 以最近一次的指數有 23124點升上來 去到頂部是33183 反過來,回調 38.2% 大概是2811 這個水位和今天的收市 非常貼近 我相信整個市況 未能夠在這些水平回運 再繼續向下市 就要去到61.8% 這個水平甚至是262 所以近來市場 的確是沒有一個比較強的反彈力力之餘 亦是每一次來說 反彈完之後 再跌下去就會進一步 是更加低的水平 投資者現在這個時間來說 暫時真的 未是一個很合適的時間 去部署加大自己的倉 甚至是說每一次反彈來說 都應該去減低自己的風險 將一些叫做 之前升得很厲害的 無論是科網類股份 甚至是說一些 新浪元類股別股份 都要盡快減磅 令到自己來說 在這一段的下跌來說 是比較舒服 以及也沒有那麼大壓力 要再次行看 我們再次行看 再次行看 還有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